我看這題 他說某巨蛋球場1區總共有25排座位 那此區每一排都比前面那一排多兩個位置 那小明坐在正中間那一排 也就是第13排 他發現他那一排座位有幾個 有64個 那問你這球場1區總共有幾個座位 那基本上這一題一看題目就知道了 後面那一排比前面那排多幾個 多兩個 可見每一排的數量呈現什麼現象 等差現象 好 比如說第一排 老師把它叫做第一項 叫做A1 第二排叫第二項叫A2 第三排叫第三項叫A3 每一排多幾個 多兩個 對吧 那小明坐到第13排 告訴我第13排有幾個 有64個 這樣行不行 以此類推 老師想請問一下一件事情 他總共有幾排 有25排 對不對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25排 全部加起來有幾個空位 有幾個座位 老師想請問一下 所以說問你總和是多少 就出來了 老師問你等差總和怎麼算 把首項加上墨項 首項就是第一排 墨項就是最後一排 成什麼 個數總和幾排 25排 垂擊2就出來了 所以說我以第13排為基準 這樣行不行 我可以 因為公差是2嘛 所以說我可以把A1 我可以把A25找到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但是這題需要這麼麻煩嗎 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第13排是中間那一排 你把首項加上墨項 垂擊2 也就是中間項 也就是第13項 對不對 所以說這裡怎麼算 我直接把中間項去乘上各數四角了 可不可以 因為把首項加墨項 垂擊2 剛好就是中間項了嘛 所以說我直接把這中間項乘上幾 25四角了 所以第13項是幾 第13排是幾 64個吧 直接乘上25 算算就是幾 1600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吧 當然你也可以慢慢去把首項撞出來 慢慢去把墨項撞出來 慢慢去把墨項撞出來 好不好 因為公差是2嘛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你可以把首項 把墨項慢慢算 答案還是一樣 那如果說你看仔細一點 好不好 整題題目主要考這個觀念 首項加墨項 垂擊2 剛好就是中間項 直接把中間項乘以個數就是什麼 總和 這樣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OK